有個個案,就是人家拜神 有些觀音像,關帝像,其實公司有很多 當公司不倒閉的時候不做,他們就會留在那裡 有些人不知道,就是拿去扔 有些人會懂不懂,就拿去廟放在樹上 有些人只會用樹放進去 其實這個做法是很錯的 即是你拋棄了一個人,更何況他是神 當你拋棄了他的時候,你就會有報應 當然,你可以說我時間不許可,或者我已經不供奉是可以的 但你的處理手法是嗎? 是的,處理手法是你應該用紅紙包住他 是的,紅紙還要是紅色向來 OK?接著你包完之後 即是包前你要莊香跟他說 我們不供奉了,我甚麼名字,甚麼宅,我不供奉了 對不起,不好意思,一定要先殺光 然後包了他,你說聽,我會帶你去甚麼地方 就會將這個,叫做一個帳 我們棄了,可能關帝爺就請關帝爺就離身 OK 觀音娘娘,就是觀音娘娘離身 是嗎? 去到廟宇的時候,找廟宇族也可以 是嗎?跟他說一聲 喂,我不供奉了,你幫我處理他吧 就是這樣去做 其實廟宇會不會處理呢? 其實廟宇會不會處理呢? 我經常都覺得會不會 是會的 真的會? 會的,會的,會的,會的 當然,你叫任何人做事,你都要出糧 給少許的礙事 對,少許的香油 這樣去做 因為其實是一個禮貌 OK 就算你不養一隻寵物,你扔它出去 你覺得你會怎樣? 嗯 你… 那隻寵物不會對你怎樣 它只會掛念你 但如果其他人看到的時候,你又覺得你會怎樣? 嗯 即是你其實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 更何況,那個人是神佛 嗯 是吧 當你一個沒有良心的人的時候 有事你就求我 是 沒有事你就扔了我 嗯 你說你會不會有問題呢? 那你有沒有處理過那些案件 真是說,我有問題 我不知道,甚至乎鬼上身 當然是神,你不會這樣 是的 有有有有 有些案件是他們真的不知道的 那些泰國佛 哦,那些 泰國佛 很多時候他們去租… 我試過有幾個案件的,都是關於泰國佛的事 那他們可能租了一個地方 那那個地方呢 本身前身的業主 不是說是一個租客 做事的時候請了那些泰國佛放在那裡 那他走的時候沒有拿走 嗯 那他又不會處理 那我們去幫他處理 嗯 就幫他用黃布 就是泰國佛 是 我們用黃布去包了他 然後就把他放在一個箱裡 嗯 然後就拿給 懂得做泰國法科的那些師傅去處理 嗯 OK 而我們中國那些 例如觀音啊 土地啊 關帝那些 我們就會在那裡送去送神 嗯 送走了之後 然後用紅布 即是紅紙包 包完 我們就會拿去廟 嗯 然後拿去廟宿那裡跟他說一聲 但如果簡單一點 有些人真的 我不懂拿去廟宿 或者不知道是否收不收 是不是現在 整天是周家見到 樹下廟宿旁邊 這樣 氣了在那裡 但我有說過 我有做過 這樣行不行不行 其實理論上可以的 是不是可以 可以的 就是說你告訴他 我們由於信仰問題 或者是時間問題 希望不要見怪了 放在那裡就等人供奉 是 但是緊記 不要就這樣抱他 找個膠袋帶下去 不要 一定用紅紙包了他 這是禮貌 是的 因為你跟他說完之後 神都會理解這個狀況 因為他不會慢慢無理 是的 神是永遠不會慢慢無理 只是你對他會慢慢無理 例如你不理他 就這樣丟掉他 其實只是一句而已 有時候有些事情 就知道你的心有沒有他存在 是嗎 就是說一句 他知道你可能有原因 就行了 沒問題 沒錯 其實他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神 他知道發生甚麼事 其實是禮貌 沒有禮貌 最簡單 好了 我們就看看 究竟片中女事主會怎樣 我也希望他不要太難受 這些都沒有甚麼運行 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 還有那個破壞廟 你那個整體有點離譜 來了題 是的 即是你打破別人的犯 不只要掃別人的牆 沒錯 我真的想問 你這樣做的時候 就是在情在意 你當他是一個木偶 不要當他是神 是一個木偶 這個不是你的 你掃了別人的東西的時候 你也已經有問題了 我想他還是有一點精神病的女人 可能有機會 真的不知道 我希望他真的是精神病 希望 而不是他很有目的去做 如果真的很有目的去做 你真的糟糕 真是神才能幫你做 有甚麼事 OK 好 大家已經有版本看了 是的 沒錯 不用說了 今晚文師兄在這裡 有最近的個案分享嗎 有的 最近幫了一個婆婆 那個婆婆本身 都六十多歲 她告訴我 她這兩三年 這年多兩年 不要兩三年 身體不太好 好 給我做 這樣 她就 找她的孫女 就經過微博去找我 是的 其實我一個星期看兩次 我是看的 看到一個訊息就回覆了 誰知道 她的婆婆真的打給我 我便去幫她清 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 婆婆本身 她可能住的房子太久 令到環境很局促 所以會令到她又不舒服 她自己住的 不是 她跟家人住 但是由於婆婆的房子 真是很不流通的時候 首先我跟婆婆說 我們先不要用古靈精華的東西 我們先看一個環境 我一個人住在一間房子 而那間房子是沒有窗 這樣被迫著你 你也不舒服 除非你二十四小時開冷氣 何況一間房子那麼多人住 空氣不流通 那你怎麼舒服呢 首先我們要跟她解決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解決她的燈光 因為她的燈光比較暗 那你不精神的時候 在一個很昏暗的地方的時候 你的人是很累的 就算你回到家裡 你也不喜歡坐在那裡 是吧 那這是奇異 那最大的問題就是 由於婆婆 她經常手臂 所以她就不跟她的先生睡 因為她的先生 大家都年紀大 她怕她每次起床就會 整醒她的先生 所以她就睡去聽 那由於今年的五王位是中宮 所以對她來說也不是一件好事 即是怎樣 她睡了 她睡了在中宮 咦 我們上個星期求助 追蹤那個案子 她可能是200呎的公屋單位 她不是她 她是居屋 她是居屋 這樣也不錯 她是一個人居住的 她所有東西都開放了 整間屋 基本上去到廚房都開放了 但她又沒有什麼位置 她真的躺在中間 真的有病 因為今年五王在中間 五王入中 所以變成了 香港沒辦法了 因為香港地方很小 你有200呎就可以了 很好的 有些人居住幾十呎而已 有些人居住幾十呎而已 如果有病痛是真的 這樣會影響到她 我們有些符就是洗澡 或者有些符水是喝的 是專醫病的 那我就做了這些 但是如果你說這些屋 如果真的躺在這個位置 其實某程度 可能真的有靈界的騷擾 也不奇怪 因為 去到這些環境 你去到風水就不關靈界的事 但是她可能因為氣場不好 那這些就在外面 是嗎 就在外面影響到 是的 因為婆婆本身也有拜神 她也會在廟宇中 黃大仙、龍武廟 也會請一些東西回來 放在這裡 這些我相信完全是有作用的 可以幫到手 OK 最主要是環境問題 因為空氣不流通 你始終那個人 說真的一句 你懂得飛都死 是嗎 最重要的是你住的舒適環境 是的 是嗎 即是氣場很重要 很重要 任何人都要平衡 是 光線 你剛才說她的房子 可能是紛紛暗暗 是 她是不夠光 還是入不到陽光進來 入不到陽光 完全沒有 是 入不到陽光 入不夠 OK 即是可能 我當你把窗戶劏開 四份計算 可以入到四份一 因為是遮蓋了 是的 那窗戶又關掉 那你沒有對流的時候 何來會流通呢 就算你開行風扇也沒有用 全部都是裡面的死氣 是 沒有新鮮空氣 OK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除了婆婆呢 最近還有什麼 除了婆婆 最近也做了一個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人是踩單車的 是 踩單車出事的 是的 話說這個人 他求助我的時候 就是突然間閉嘴 不是說閉嘴 是閉嘴 那麼 他說他 他自從一晚踩完去 誰 我們經常去 我們經常去 山楊潭 是的 真的 踩完去烏膠潭 烏膠潭 是的 然後進去烏膠潭 OK 翻出來 是 他原本那晚都沒有什麼 他都說很舒服的 晚上去踩的 OK 他說很棒的 一個人 四個人 四個人 他不會一個人這麼瘋狂 四個人去踩 那麼踩完出來之後 他說沿途也沒有什麼時間 是突然間去到 新娘潭 不是蕭花牆 新娘潭那個叫做 Camping 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 路營地那裡 對面是公廁 是的 沒錯 是的 我們上次去 我們上次去工作 是的 他說去完那裡之後 一路經過的時候 去到那裡就覺得 不太多的路 突然間寒了 你知道踩單車他們踩得很濕 但是去到那裡就突然寒了 他開頭就以為自己一個 可能那位是陰、涼、涼 所以沒有理會 誰知大家出到外面 巴士站那裡 大家放下車子喝一口水的時候 哇 突然有人在說 哇 剛才去到那裡就寒一寒 毛骨 毛骨也凍了 其餘三個都說 是的 我們也是 他說可能剛好那裡的位置 太寒 那就沒理會了 休息完之後回家 第二天 四個入面 有三個 左腳都不行 恐怖在線 回到舊事那裡 今天來這個地方 其實對我來說都挺熟悉的 因為之前都來這裡做過兩次的市集 我們這次的主題 就找回一些曾經有 鬧鬼 或者有靈異傳聞的在香港的商場 你們的劇本集就在三樓 是啊 已經長住在這裡 都有年多了 年多了 年多了 你記得我們有一次合作 嗯 去年是Halloween 我們搞鬼屋嘛 喂 你們三樓那裡很厲害 都是呀 尤其是廁所 他們平時都比較安靜 而且經常都很冷 他們就搬東西來買的時候 就說這個櫃子就很好 對 全都滿了 可以自己動 上一次鬼屋 我就在Reception後面 那裡有個櫃子 我躲起來 嚇人家 突然間就有人打開我們堂點 有Walky 外面的同事沒有說有人進來 喂 那個桶有 這麼小的 好 準備了 你真的有人上來 這些叫什麼 這些叫三虛 我們剛才去了尖沙咀的地方 今天我們又去一個元朗的商場 當年聽說都是死死的 鋪尾的東主 他們去廁所的時候 就經常聽到 在角落裡傳來一些歌聲 感覺到有些怪事 有水聲 水聲 開水喉聲 有高障鞋聲 一走前兩步就關閘了 那就是他們進去的牆 我記得跟幾間不同的店舖 打牙膏的時候 有幾個不同的女生 都說是聽到的 去到後期 我知道他們會約在一起 才敢去廁所 如果廁所只有一個人 他們就不敢去 是 大約是這樣 就不敢去 懶惰了嗎 全都斬了 全都斬了 OK 然後呢 他們就看醫生 醫生看完之後 可能說你拉傷肌肉 那些而已 OK 如是者 又查藥 但體貼打 兩個星期 都是這樣 OK 接著就去照X光 去做磁力 不知道做磁力共振是甚麼 沒事 沒事 但他更加拋頭 沒有理由 因為他們有四個人 三個都是這樣 同樣的病 但是大家都是在左腳 然後他就想到沒得想 那醫生說可能做物理治療 吃了止痛藥 消炎藥 可能就沒事了 他們覺得很擔心 之後就找了 我一個朋友 就是其中一個人 就是一個事主 其中一個事主 找了我一個朋友 他找了我 就是想一下法科的東西 他想到沒得想 然後叫我們看 就跟他看看 那一刻 我看到他的癮的時候 他那個癮是好像被抱住了 OK 抱住了 即是怎樣 紅泡色 是 沒錯 真的嗎 是 我說那次 他出不了 我就去了他家看他 嗯 抱住了 接著我就問他 我說你有沒有覺得你左邊很累 嗯 他說是 我說你有時候累得好像遞不起 是 OK 接著我 接著他告訴我 他說他有些朋友都是這樣 OK 我說不要緊 我們先逐樣來 先搞定你 嗯 那麼 那一刻 我是看到 有一隻東西 但是那隻不是人 山精妖媚 不知道 看不到樣子 哦 OK 只是看到背影 抱住了 哇 抱住了 抱住他的左邊 哦 OK 那麼 我就嘗試一下用我們一個最簡單的法科去驅趕他 嗯 OK 那麼請神啊 寫花字啊 符水啊 嗯 那一下也沒有什麼用的 OK 那麼 之後我因為有些符給了他 還有一些符水給了他喝的 嗯 那麼 他用了差不多七天 嗯 嗯 才令到雙腳開始沒什麼事 七天 用了七天那麼久 因為 其實那一刻我不敢用這麼行的 嗯 因為我怕有反效果 OK 那麼做完他之後 他開始好一點了 不是什麼好一點的 好很多了 OK 那麼我再看到他的時候 我看不到那隻東西了 是 然後逐個就輪到那些朋友幫他們搞 哦 逐個來 逐個來 但是 都是這樣嗎 都是這樣 但是很有趣 他三個人 三個都是同一件事 那三隻鬼都這樣抱著嗎 是 還是一個抱著三個 我不知道 但是都是同一件事 抱著他的左腳 哦 但是總之三個形狀都是一樣的 OK 就是要逐樣搞的 是 但是 其實我到現在也有一點擔心 他有聽過這個節目 是嗎 是他有聽過 那麼 我相信他 就是我自己有一點擔心的 就是 不知道會不會全清掉 哎呀 你也這麼說 是 因為我不知道那隻是什麼 但是他說他現在好很多 就是很輕微格 那希望 就是我自己也很希望 就是過多一段時間他沒事 希望真的沒事 如果真的有事 我要帶他到我師父那裡 哦 要上我師父那裡 就是三個都是現在這樣的狀態 是 沒錯 哇 那這個對你來說 會不會是覺得 極極的 只是挑戰 只是挑戰 我覺得對我來說有些挑戰 哦 是 我講真的 因為我想不到用什麼的法科方法去搞 可能有些師兄 有些師傅會說 喂 敢做敢做敢做 敢做就行了 但是因為我不知道那個人言什麼 所以我不敢用那麼大力 但是你沒有跟他溝通的時候 沒有 溝通不了 溝通不了 因為 即是不知道他要什麼 他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只是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 等於這個電話這個機殼 那樣 這樣一塊東西就抱著你 即是你可能沒有見過這個形態 我沒有見過 不知道是什麼 是啊 這麼誇張 是啊 所以變相了 我就害怕 我就有點擔心 到底我要用什麼去清理呢 所以我就用回 我們最基本的方法去做 嗯 到現在 還有一個 他們有三個 做了最後那個 到現在也是的 但是做了三天而已 還有幾天 咦 剛剛而已 做了沒多久 對 做了沒多久 要等一點時間 那他另一個朋友 很幸運 那兩個 那兩個 OK的 即是另一個完全沒事的 那個 那個是完全沒事的 是呀 那個是什麼人 他現在是其中一個隊友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 我沒有去理解 沒有去問 為什麼那個人會沒事 是啊 因為我不認識他 是啊 那他也找一些比較弱的地方 去搞 嗯 是嗎 那真是 搞不到他 可能是搞那個 那個勁就是搞不到 但是他們很幸運 如果不是你一搞 他三個馬上炒車會出事 那他 是啊 會很危險的 對呀 你的腳有事 立刻 你也得不到 鎖鎖鎖鎖 已經玩完了 即是上次撞電單車那裡 哦 我明白了 是啊 那裡 是啊 是啊 那個位置 是啊 不是 不是 上次不是跟你去看電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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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跟另一個人去看電單車 剛剛那天早上就撞了兩輛電單車 是 就是那個位置 剛剛上面是營地 對面就是公廁 公廁外面就是停車場 其實是 像麥根 那天我們另一位師傅 也在那裡做了一個大的法師 是嗎 那個位置厲害 其實那天AP 其實AP有去現場的 還有我看到有一個靈體坐在那裡 哦 是不是上次做 做制殺的一個法師 制殺的 是啊 就在那裡 做符枕那裡 是啊 是不是 沒錯 哦 OK 就是那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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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麼厲害 就是那件事 這件事我就第一次了 第一次見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 不是說有一點 真的有一點 真的挑戰的 OK 因為 那你會不會去那個現場 不會 不會了 不會 因為問題是你那邊做沒有意思 是啊 我又不是去找他 是 我找到他就怎麼樣 又不關我的事 我沒有來做駕駛的 但你現在也去駕駛的 我救人而已 我不是去搞他嘛 是不是 救人也不行 大哥 雷公劈的 哈哈 哈哈 所以說到新娘談 永遠都是說不完的一個猛鬼地方 那裡很難搞 真的很難搞 那裡很難搞 那裡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個環境令到東西聚得很厲害 嗯 那些東西聚得很厲害 那個氣場 即是無論有意外 又可能有山精妖美 各樣各樣都在 其實那裡很漂亮 外面有對海 那你走完 外面對海 然後捐回到裡面 哈 沒有了 看完了 是啊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 和旺內八百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戰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旺內八百一個combo 還有呢 也可以上課 admonpun.com 加上我們bibbic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 到後不到快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按鈴鐺 一有新片 你就會知道了 我們來看見 我們去看見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